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昨天下午4時 就有九圍了的 車天車地記者會 警察的表現非常勇猛 不知為何 尤其是汪威信大警司 他的表現可以說是串過馬鈴 有一名記者就問他 前陣子的警察公佈 說處理示威行動的時候 警員是要配戴行動符號的卡片 來識別身份 為什麼? 本來就是帶委任證 帶委任證又怕被人起底 所以做行動符號作為一個折衷辦法 記者就問你 現在還未看到那張東西存在 究竟什麼時候才會出現 然後這個汪威信大警司 你知不知道怎麼回答 他就說 已經要求他們在最當眼的地方 來展示行動符號 只不過有同事反映過 相關的卡片會在行動期間跌出來 要給他們一些時間適應 接著那段他就來了 竟然在記者會中 串爆那些記者 他就說 你未做警察 怎麼知道 加一件裝備的困難在哪裡呢 但是我可以保證 我們警隊進行的每一件工作 引入每一件事 其實都是全心全意去做的 大家看到的行動符號 除了為了行動效率之外 也是為了投訴機制提供一種方式 這種方式法例上是沒有規定要出現的 但是我們想做好這件事 我們支持這個機制 所以我們這樣做 哇 你真是汪大警司 真是厲害 有幾件事想問一問你 汪大警司的記者 那時候沒有問到 我想請問 人家問你加一張卡紙下去 這麼簡單 是不是 要做警察才知道 你放一張卡紙在他身上 有很困難的 有幾困難的 請問 你戴這麼多的頭盔 裝備 根本上就是准武裝部隊 准軍事部隊 你竟然加一張卡紙上去 要有幾艱難的 請問 哈 你鬥OT 鬥10萬元一個 就是警察一個月 你竟然加一張卡紙上去 告訴別人會跌嗎 跌就是藉口 你這幫警察 就是連委任證之外 這個行動符號 都不想放在身上 借些衣服說會跌 又是想蒙著死人頭 不讓人知道你的身份 不要說這些謊 一個人要做警察 才知道 把卡紙放進去 會跌出來嗎 請問有沒有人相信 是 放在裡面 都會跌嗎 哈 那你平時的委任證 請問你 不知所謂 你把名字寫在頭盔那裏 那便沒事了 你又不敢這樣做 你就找一些 即是折忠的辦法 即是折忠和 即是儒家所謂 收檔 這些東西 本來無一物 何處惹塵埃 將那個委任證 放在他身上 就好地地了 怕死被人起底 怕那個老爸 找兒子的Telegram 找到你們的資料 唉 即是左掩右臂 不知所謂 第二件事 他就說 哎呀 法例沒有規定要做這個行動符號 不過我們全心全意 就想幫助這個機制 就特意做出來 嘩 說到我們的市民 好像要感恩戴德 黃天大赦 哎呀 真是幸運 你們這些警察 法例沒有規定 你都做出來 真是很感恩 吃屎啦 對不對 這些人渣 本來 你把委任證出來 就不需要所謂行動符號 只不過 你又不敢把自己的真實姓名 放在委任證上 以展示你自己 真是受過訓練的警察 你就把所謂行動符號 把數字 號碼 英文 你根本就是想掩飾自己的身份 對不對 不要說到自己這麼偉大 汪大警司 法例沒有規定 法例當然沒有規定 警例規定 你要帶委任證 你都不帶 就說到自己 哎呀 法例沒有規定 我們都要做 收檔 對不對 最後一件事 他說引入這些裝備的時候 就要全心全意去做 那你到底肯掛出來嗎 還有 引入裝備 包括這個國產催淚彈 問過你百多次 什麼時候才肯將那些催淚彈的資料 或者將那些樣板 交給大學的化驗所來進行化驗 到底對人體有沒有損害 什麼時候做 什麼 引入每一件事都是全心全意去做 這些就是廣謊 那些記者不敢把記者串回來 為什麼呢 因為要保住飯碗 全香港沒有幾個利君雅 是不怕死 不怕炒的 OK 第二件事是關於江永祥大警司 江大警司怎麼說呢 記者就問到他 關於你那個民調的數字 喂 現在跌到含包散 有四成的市民 給你警隊零分 那你怎麼回應呢 那說他之前 先說一下民調的數字 香港民意研究所 就公佈了香港紀律部隊和駐港解放軍的民望的數字 先說一下警務處的數字 滿意度的評分是35.3分 跌了25.7分 那麼滿意率的正值就是負三成八 滿意率是多少?兩成七 不滿率就是六成五 你是負值的 而且對比起上次的滿意率的正值 你是跌了六成的 大哥 剛剛啊 上次是正平的 你現在是負平 負了三成八 對嗎? 就是衰到貼地 這個是九七之後 最低的分數 以及最低的滿意率的正值 就是你們現在香港警察所干犯的 暴行、私刑所造成的 OK 好了 再看看另外的紀律部隊的評分 是不是? 其他海關的別說了 只是說消防署 這就是最大的對比 消防署滿意度的評分是80.5分 你是35.3分 兩者是相差了45分 五分足足 OK? 一個W都不止 其他媽媽都不止 好了 消防署就是80.5分 好了 那就說完了 其他人不用說了 好了 說回江大警司 記者問到他 這些民望數字 你怎麼看呢? 好了 他就說 好了 過去那半年 香港警察對於處理示威遊行的參與程度 就是九個紀律部隊當中最高的 很多時候 我們都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之下 需要處理不同的事件 不可以在有人違法的時候 視而不見 繞合雙手 不做事 相比起 用這個調查來評論一個紀律部隊做得好不好 我就覺得不公平 好了 江大警司 這件事就反映出什麼呢? 就是你們這些警察 包括你們這些所謂的PPRB 什麼東西 就是公共關係科 全部這些人都沒有邏輯的 說話 你現在想帶出什麼呢? 九個紀律部隊當中 香港警察很多時候就要去到衝突示威的現場 來執法 所以 給你這麼低分就是不公平的 因為你參與度最高 我想請問 除了警察參與度最高以外 第二個參與度最高是什麼紀律部隊 大家都知道 就是消防署 消防署就包括了消防員和救護員 為什麼別人參與程度第二的消防署 他可以獲80.5分 你這班警察就獲35.2分 這就是香港市民給得出最客觀的民調 最客觀的評分 你有沒有邏輯 不是因為你參與程度高 所以你的分數就低了 而是因為你干犯了那些惡行 暴行 私刑那些問題 又不見消防員低分 消防員就走出來打人 請問 真是多餘 證明這些人說話是沒有邏輯 然後就收納稅人的錢 就開記者會了 你說什麼質素 沒有這些人 唉 接著他就說到 很多大型活動 取消 多個國家向香港發出旅遊警示 如果所有責任都推掉 警方就不公平 因為如果沒有暴徒出來破壞 就不需要做那麼多事情 你不搞那麼多警察暴力 你不一樣沒有市民出來 每個人都和顏越色 要不搞那麼僵 就是你那些警察造成 想著暴打的小孩 使得他們不敢出來 唉 這些就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問題 你越高壓的人就越反抗 好了 接著他就說了一件事 如果我們誠信破產 我就不盡認同 老實說 現在香港警察的滿意率正值 都已經是負三成八 這樣也不算誠信破產 不如你江大警司定一個標準出來告訴別人 怎樣為之誠信破產 怎樣為之誠信未破產 由你去定奪 然後下次再民調的時候 再搞一次 看看你誠信破產了沒有 還是要負分才破產呢 有四成人給你零分 大佬 在一個零至一百分的 就是調查當中 有四成人給你零分 你也還有三十五分 其實就是很多人給了 那些撐警藍絲就給了一百分 不然就拉不穩 你也還有三十五分 好了 如果你認為 你還有滿意度的評分是正分三十五分 你也認為是未誠信破產的 我建議那些民調機構 下次不要只是零至一百分 負一百分之一百分 看看調查出來的時候 到底你是不是負分 如果是負分就破產 要不然這樣算 公道一點 負分為之破產 你只要公道一點 大家有準則 你現在口賣口賠 你這樣還未誠信破產 你這樣說出來 沒有人相信 你說什麼都沒有人相信 經常說要做多些澄清的工作 我都不明白民建聯 經常在立法會那裡 就罵特區政府不幫你警隊澄清 你警隊有沒有跟其他政府部門配合 對不對 正是消防署 大家都是手足部門 對不對 同位紀律部隊 都跟你不合適 你怎樣來組織那些消防員 在這個執法的現場 你就用催淚彈來射消防員 都不下數次了 被媒體都拍了出來 然後就怎樣來動他們 別人下車和理論 就在那裡動他們 又推了別人一邊 好了 這些都不要算了 然後呢 上一次又不知為何有一個 撐警的消防署長 就叫你那些 下了一個命令 就說那些救護員 就不需要再帶那個名牌了 你搞這些事情 你就是搞這些無謂事情 你經常想租資消防員 為什麼呢 因為你心理不平衡 人執法你執法 你執法就執法得分35.3分 人執法就還有80.5分 人家也會跌的 不然人家也會跌少少 你就跌到含包省 你就跌多多 你就根本上是想 扯低人家的分數 不停想盡心思 就是要將人家的民望來消耗 包括就是怎樣 你消防署 這麼厲害 你民望這麼高 你去清爐帳 你去做這樣那樣 待會你那些警察 有些人就是喬莊救護員 有沒有做過 大家說吧 救護員也是消防署的 你就是想消耗人家的高民望 就不值得了 人家的高民望是有原因的 市民的眼睛是雪亮 不是白癡 不是聽你點三點紅點綠 就當作是真的 豈有此理 你看看你在這些記者會上 又沒有邏輯 又沒有常識 還要串爆的記者 其實香港人的容忍程度也很高 如果在外國